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叫Kelvin Camera后面是Dylan 今天我们要教你做一个DIY centerpiece 这个DIY是非常容易做 不需要什么special equipment 你只需要一些材料 比如是筷子 沙铁棍或普通的木枝也可以 过后是需要一些Glue 最好是用我们叫的Hot Glue 最后是一点耐心 好了不说多了我们直接开始吧 Let's go 所以我这个DIY video 我们要做那个Lamb Shade Candle Shade 我这个DIY我们要用那个Satay Stick来做 首先我这里有准备了一个Template 其实这个Template不需要的 可是如果有的话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用这个Template来量那个Satay Stick 所以我们知道要每一个要剪多少长 量完过后 我们要把它剪成小小片的一条一条的沙铁棍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剪了三种不一样的长度的Satay Stick 因为那个Satay Stick有一点点细 所以我就打算把两条Satay Stick把它们黏在一起 所以看过去会比较厚 像我之前说的 你可以用Super Glue WuHu Glue 或这边最好用的是Hot Glue 重备了 它可以用较厚 可以用下一个Satay Stick 然后可以把Satay Stick 铁棍成这个形状 可以用Template来做Reference 用Template的话会比较准和方便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三个不一样Size的Ring 有个中的,小的,跟大的 我们先拿中的ring来做底吧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用个小杯拿来量 大概要做多少高啦 这个小杯会当这是蜡烛的高度 量了过后就把它剪下来 然后就把它当成是个reference 拿来剪其他的statistic 剪完过后我就像之前这样 把两条statistic黏在一起 所以会比较厚 过后就把它们黏在每个脚尖 暂时还不需要那么准 只要它大概对的angle就ok了 如果你们再来看看 或计划就能够定好 就会把柠檬的东西 再来十分钟 这样就把柠檬的东西 也不需要那么准备 然后就会比较厚 三角落 就会比较厚 就会了一点点 就会比较厚 就会比较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把刚刚完成的上面的一个小ring 连去之前做好的那一部分 过后你的candle shade就完成了 最后一步如果你要的话可以用一些rope或yarn或twine拿来包旁边 这样子包就不会看到太多hot glue 就可以把它们盖完 看过去会比较漂亮一点 好了完成了 我们现在review给你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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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的DIY就做完了 是不是非常容易咧 在我们这个video我们有一个好像template这样的东西 可是其实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用你的creativity自己来做啦 不需要跟着一个图的 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DIY 要是你们自己有在家试看做的话 记得post在Facebook tag我们的Facebook page Dylan&Kelvin OK 我们今天的video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video 记得要按那个like button share给你们的朋友看 还有最重要的是subscribe 我们在下一个video再见吧 拜拜